已喧嚣了半年之久的李天一等五人涉嫌强奸案 已于今日九十三十分在海淀法院第十七法庭正式开庭审理 此次审理应涉及未成年被告人及个人隐私将进行连续两天的不公开审理 李天一母亲孟哥黑钞遮面现身 遭遇各路媒体围攻并未回答任何问题匆匆进入法庭 与前几次相同李双江并未前往 被告人李天一的辩护律师陈叔在现场表示将坚持无罪辩护 他说历史上很多冤假错案一开始做无罪辩护看上去都是荒唐甚至错误的 但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对于此前孟哥信访的行为 他认为对方有这个权利自己也同意 同时他表示无为被告的律师从没一起协商此案将各自为证 说还得再听上去 几个律师之间会怎么样配合吗 这个也不大方便说 因为我们也是认识的 共同搞这个案子也认识 那你们之间都相互不透底 要是有什么 我想有些观点和意见的 因为时间比较长了 大家还是能知道 那你们今天的这个组合的策略 这个就是正常的 按照这个数据程序 这个履行我们那个律师的辩护职业 那赔偿方面呢 被告提出的赔偿方面 目前咱们这边是讲的什么 这个得看这个案件 这个案件的性质和事实 如果存在这个事实 存在这种性质 那可能在考虑那个 如果不存在的话 不如考虑 那做无罪辩护的 这个就是胜算的肯定性 这个我还是不方便说 您现在信心有吗 这个也不方便 反正我们是认真的 这个里面的辩护职责 这个这几个律师之间没有 刚才我讲的 每个律师都为他的 美国人呢 这个认真的进行辩护 这个没有 因为他这里边呢 这个他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每个人都比不同的人 那也没有 另外李天忆的同案被告人 卫视兄弟辩护律师李在科表示 该案有嫖娼及轮奸的成分 袁高阳女士从事某种职业 不值得同情 并明确表示 受伤害的是被告五个孩子 同时李在科透露 将会提交一些有争议性的证据 包括文字图片及视频证据 就是很多人外界都不知道 到底他是什么提案 这个 这个证据来讲 这个呢 他有正大的工作 他应该是在一个 在一个公司 有正的工作 但是他从事了 业务时间 从事了一些 他不该从事的工作 我可以这个告诉你 那个详细的我就不说了 我只是说 他的业务时间从事了一些不该从的工作 我这个 这个话呢 就应该是很圆满的回答你了 今天那么主要是举证之证 围绕着这个证据的三性 也就是证据的核化性 这个真实性 关键性 这三性 进行举证之证 在举证之证的过程中呢 可能还会 收低点 重要的证据 可能还会进行辩论 还会进行辩论 他这个辩论呢 不是说在最后才辩论 他是始终贯穿了整个审判活动中 尤其是有一些 围绕着的一些证据 这个根据我的 这个案件的了解啊 这里面 尤其是在有关的证据方面 这个辩论的话 会是非常激烈的 这个我认为呢 这个里面的话 既有这个嫖娼的刑结 也有呢 强奸的刑结 所以最后呢 最后呢 就看这个法院 怎么认定了 当然了我们律师呢 会这个依据事实和法律 对我们被告的负责 做出最有 做出这个无罪和最新的判决 这是我们所争取的 应该说受伤害的 是我们的孩子 五个孩子 要是没有他的出现 对吧 要是没他出现 您就是觉得 那个咱们 咱们这五个孩子 不可能 不可能 走到今天 不可能站在被告席上 另据李嘉的法律顾问兰何表示 对打赢这场官司很有信心 并透露庭审结束后 可能会召开发布会 孟哥会公布所有事实真相